主題當然對大家來說有點悶 這就是核聚變 就是人造太陽 國內也有些消息說 現在還要研究很久 但是呢 如果我記起我年輕時代讀麥理 那時候的麥理老師已經說了 20多年前已經說了 還有十幾年我們一定會有人造太陽 即核聚變就會成功 其實每幾年都有人出來說 還有十幾年 核聚變就會成功 核聚變是怎樣的呢 當然是用高速把兩個原子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之後 就有能量 能量就可以做電力了 有這個技術的話 核聚變的發電廠 就可以提供很便宜 和無窮無盡的能源 也不會向空氣裡投放二氧化碳 還有不會有放射性的廢物 就要倒到環境那裡的 當然這件事 我也希望是可以的 其實 我一直都很希望是可以的 因為 如果這件事是可以的話 這個世界當然會美好很多 但是呢 過去20年 因為我第一次聽這些東西 其實是二十幾年前的 過去20年 其實都是失望多於希望的 其實 但是呢 現在就有些人出來說 在去年和前年 即是 根據 現在我是根據科學家說的 他們就說 現在已經越來越接近現實了 為什麼說越來越接近現實呢 因為有些情況 就是 他們可以做到一個小型的出來 就是小型的出來 他就放進去的能源 和抽出來的能源 那個能源差 就是 投放進去 是被拿出來的少 那就是有賺 那 他現在的挑戰就是 將它大型化 去做這件事 那麼 現在的科學家很厲害 他們找到這個工作的成果出來之後 就向那些資本家 就是眾籌 有些Venture Capitalist 就是那些風險資本家 就已經是 訂了幾十億美金 想著在2030年的時候 就可以運行一座 第一座核聚變發電廠 當然 美國的政策 其實是幫到這件事 因為美國的通脹降低法案 就是拜登通過的那個 裡面 能源有關的就是 那個抵稅 和 扔資助下去的計劃 其實是令到這些風險資本家 現在就盛世而動 當然 科學家的說法就是 現在還是有挑戰的 美國的電網 就要重新設計過 才可以令到這些 核聚變發電廠 到處都是的 現在提供核聚變能源的價格 仍然很高 暫時還未可行 但是 現在看起來 就已經有方法 可以做得到 其實 蘇聯之前也有做過 蘇聯科學家 50年代已經想過 一個環形的裝置 第二就是用磁場限制等離子 將它加熱到 輕核粉碎的極高溫度 接著就把它撞在一起 這樣就有更多的能源出來 當然 蘇聯搞了之後 是50年代搞的 其實去到70年代 歐洲國家又有搞 80年代 美國和蘇聯 其實就有合作去做 80年代的時候是有的 有一個叫做 國際熱核實現反應堆的 國際合作項目 這些當然是令到大家 對這個學科有了更多的認識 知道可以怎樣 即是加熱等離子 以及保持它的溫度 在涉事 1億5千萬度的溫度 繼續維持聚變反應 基本原理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 過去二十年 這些國際項目 其實是沒有什麼進展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到 有這麼大的成果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競爭 去獲得自己想得到的東西 當然現在 大家都在找方案 去解決氣候變化 其實這件事是越來越緊迫的 不止一間公司 其實就是想2030年 製造到核聚變化電廠 然後還買這個核電廠 它有很多方法 現在有些人就說 有些方法就用磁場 令到等離子 夠熱和穩定 維持聚變反應 另外有些人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 它在一個控制的環境 引爆氫原子 這樣就產生聚變反應 這個好像氫蛋的原理一樣 當然 有些公司 當然他們覺得自己的技術 有些優勢 在麻省理工 他分拆出來 有間公司 叫做Commonwell Fusion Systems 他在去年12月 籌了18億美金 他們的機器 測試了之後 拿了一些能源放進去之後 它是拿到一個靜能量出來的 即是 那部機器 就能夠產生 維持反應所需更多的聚變能量 即是 投入給 拿到出來的少 也可以這樣說 當然他們現在建立一間發電廠 他們就要做一個大型的模型 估計 在2025年 全面投入使用 即是還有兩三年的時間 如果這個模型 它能夠出到一個靜能源出來 即是 投入的能源 比拿出來的能源少的話 這間公司計劃在2030年左右的時間 就建立一間聚變化電廠 為一般家庭供應電能 這是美國搞的 你說中國有沒有搞類似的東西 其實中國也有搞類似的東西 我當然希望中國先搞得到 但是 這些東西從來都是有難度的 還有美國的優勢是怎樣呢 它就引了很多資金 就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而中國的情況 就是 很多時候這些研究都是國家主導的 因為 這些其實跟 軍事的技術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些始終都是核能 國家控制是比較穩妥一點的 但是 在西方就不是 他們現在認為這件事情 就是民營都可以搞的 那 現在 估計美國方面 他們就會扔400億去搞這些東西 400億美金 去搞這些東西 這個是根據那個 降低通脹法去 給那些數字去說的 究竟行不行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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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技術是真的有效的 真的可以的 那麼風險當然會低一點 希望當然是 整體來說 這個技術真的做得到 做得到的話 就夠世界的 真的 為什麼夠世界呢 就是能源可以變得便宜很多 那麼 如果要提升 就是那個效能 那麼 那個磁石 就要厲害一點 就是那個磁鐵的控制又要厲害很多 那麼 這些更厲害的磁力 要從哪裏來呢 也是要靠稀土的 所以 這些一件事 我覺得 就是 國家應該都是再投入多一些去試一下 那麼現在 英美方面 他們的做法 就是公私合營 就是 資本家又扔錢下去 政府又扔錢下去 這樣 分享 那個成果 和分擔那個風險 那麼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個氣候變化 影響是很大的 那麼 如果你做不到這個核聚變 那麼之後呢 其實地球都差不多玩殘了 如果你繼續做傳統的核電站 就是用Fission做的那些 就是 用這個核分裂去做那個電能 那麼 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 那個污染呢 應該都是定時炸彈來的 那些核廢水 或者核污水 處理過 沒有問題的那些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 如果 好像福島那樣又霸鑊勁的話 那麼 那些核廢水倒去哪裏呢 那些垃圾丟去哪裏呢 所以 現在是一定要 就是 處理這個問題 還有 大學呢 都是要培育多些 有這方面研究能力的科學家才行 其實國內都有需要做這件事 因為 就是 現在技術上有很多限制 這個限制呢 很多時候都在那個 物料技術那裏 理論上有些東西是行得通 但是呢 那個 這個物料的科技呢 就不到位 所以這個是一個整體的挑戰 其實美國現在和英國呢 都看到有這個挑戰 他們自己都會扔很多錢去 就是 搞這個 搞這個核聚變技術的人員 那麼 當然有些人說 不是啊 這些是 好像 那些叫什麼 這個 星球大戰那樣 騙中國那樣 那麼 我的看法就不是這樣 那 那 ECK就說 有什麼地方建設沒有人反對 可控環境傳移 小型實驗 測試就是可控 但大規模建設就是有些擔心 其實 我的看法就不需要太擔心 就是 建得到的話 做得到出來 那個情況 你可以控制到那個核聚變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你說 會不會把整個地球摧毀 有些人說到 這個很危險 整個地球摧毀 據我的了解 是不會的 是不會這樣的 希望這個世界 大家都是以 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點 這些事情是應該再去合作的 但是你看到 西方他們就不會 跟中國合作的 很明顯 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這樣 用公私營的方式 去合營一些東西 你就知道 其實 某程度上 他們來成功是很接近的 當他們這樣搞的時候 事實上 我覺得 這次是真的 不是狼來了 這次 這件事 是差不多可以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Torchef就說 搞核聚變 不如搞好新官藥 情況就是 你每樣事情都要搞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大家都是要共同去解決的 那 大家都要做 好了 說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今晚 色濠粉紅酒 九中醉再見 就這樣 拜拜 看起來 不見 對 楠色的 每個人飲料 下裏 等一下 等於 來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